为了让偏向的孩子接触不同的文化刺激 在台湾代用课程安排下 邀请了来自马达加斯家的音乐家 前往华联县安德启治中心一峰园 举办为孩子们打开生命的另一扇窗 慈善音乐会 让音乐跨越语言以及国界 让偏向孩子接触不同文化刺激 在台湾代用课程安排下 邀请来自马达加斯家的音乐家 Kalima前往花莲县玉里安德启治中心一峰园 举办为孩子打开生命的另一扇窗慈善音乐会 让音乐跨越语言与国界 这已经是Kalima第四次应邀来台湾 透过音乐工作方音乐会等方式 带着偏向学童用环保物件制作乐器 享受音乐的律动感 这次则与安德启治中心的身心障碍 怨声交流 并演唱泰巴郎之歌 透过音乐的力量跨越族群与障碍 台湾代用课程协会表示 走进偏向推广艺文并不容易 尤其还要邀请异国音乐家 更是集结众人的力量 但是透过音乐 能够让偏向孩子能延伸想象力 保有乐于尝试新事物的初心 就是值得了 记者高双双 副理箱采访报道